像射箭这样子的精准运动 很讨厌的是那重心的掌握 过去运动员是靠感觉 而现在有了科技助攻 可以更精准地了解 关键时刻当下的状态 射箭讲求调准力 选手拉准时各有控制方法 有的人依靠背部肌群 透过感测仪器 了解肌肉控制模式 但是背部肌群就有很多 那它哪一块才是它比较有高风险 就是疲劳会从哪一块肌群先疲劳 去监控它的一个肌群使用的情形 或它会不会产生疲劳的状况 我们可以比喻它是一个 肌肉的用力的数 对那如果你愿用力 它的曲线会越高 每秒可以截取到2000笔 是2000赫兹 这是奥运国手汤志军的感测数据 可以看出他在拉估过程 肌肉肌群的状态 2019年的数据大部分用到三四成力 少部分用到六七成 在加强体能训练后 2020年再做监测 数据都下降了 表示控制力越来越好 可以看到这是他不同肌群 背部军群跟上肢军群的 用力情形 好的射箭选手我们希望他做一个 射箭动作素质越低越好 表示他做这件事很轻松 那他数据越大越高的时候 就代表他做这件事比较累 那他就会有疲劳的风险 最后万一在对射的时候 对上站的时候 有可能不小心就会失分 我们请选手站上测力板 就可以得知他的重心移动情形 测力板的精准度极高 即使他移动0.1公分 都能测出来 不管射箭射击 厉害的选手稳定性高 瞄准时的重心移动 通常低于1公分 甚至低于0.5公分 重心其实是从我们一开始 预备好的时候就要放稳 到我们放箭结束 都应该尽量要去维持住 我们的重心 什么时候会增加这样 这样子晃动的状况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找到 你身体的平衡 然后再挤发前 尽量让那个平衡 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这时候再做挤发 你身体的重心转移 会有一些些移动 那透过这些数据 可以看到X轴 就是看它左右的移动 或者是前后的移动 就是从Y轴来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会有一点 些微的移动 设计技术的关键则是 扣板机的力道控制 在挤发前 如果你的板机 可以压得越稳定的话 那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 这一个压板机的技术 是很好的 那可能会让我整个的 设计的结果也不错 在国体大的力学 自动化诊断训练系统 不同颜色的线条 显示的是射击时 举枪期 瞄准期与发射期 不同时间的轨迹 透过数据了解 哪里需要再修正 最关键是 急发前三秒 我们一开始举起来就测了 去看它在不同时间点的 一个放动的情形 看了解它的一个 例行动作的行为 大概它的一个 秒准的过程 因为扣板机的力道 其实你要急压 急扣还是慢慢的扣 这种不同模式 都会引起你的技术的表现 所以我们这个一个 扣板机的压力的 一个分析也是在里面 就是你全身的控制到了 反应在一个地面上的一个 立板的中心点 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例如说以这一发来讲 十点多分我整个板机是 很平顺的在几发 几发的这一点 就是零秒这一点 我可以看到我整个 是很平顺的上来 那我就可以很实际的知道说 我当的确是很 很确实的去执行一个 连续加压的一个技术 设计设计员都需要 高技巧及稳定性 选手运动员 善用科学资讯训练 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就能稳扎稳打